欢迎收看金周看世界 我是高玉玲 本节目由三地财经台iNews 跟金周看共同合作直播 用深度报道为您剖析时局 播化未来 如果心有余力 您会想要做什么 去回馈社会呢 2017年底 台积电发起了内部的募款 帮助快乐学习协会的 嘉义水上客服般重建教室 原本这里是个简陋铁皮搭床的建筑 连张像样的客桌椅都没有 不过如今 坚固的雪泥取代了斑驳的铁皮屋 学童们终于可以坐在书桌前 认真地学习 这一切都要感谢带领计划的 台积电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 我们带您来看看他怎么做的 我觉得做工艺是我的工作 因为我觉得我做的东西 可以扩大到社会上的时候 那我不是只是玩一玩 画画是我的兴趣 是我的背影 所以两个这个东西 工艺比我画好重要 2009年八八水灾 是台积电第一次出动工程师 协助所有台南小学准时开学 而张淑芬人在哪里呢 他跑第一线前往灾区 了解实际需求 是我坚持要走第一线 因为我自己走第一线以后呢 那种感动温软跟肉体的接触 是不一样的 当然也需要捐钱 对不对 既然要带领一个公司 做这种东西的话 应该是把温度做出来 那这个不是只是在做 志工的时候有温度 我就觉得台积电的工程师 以前都是冷冷冰冰的 现在我在那边的时候 我还看到有些人会笑 谢谢 像我们的长官 我让他们来参加我们的村酒的时候 他从来不晓得他的员工 是这样活泼的 把人的那种活力拉出来 没有把那个长官的那种压下去 张淑芬以柔性的力量改变台积电 也改变了张周萌 从第一线的时候 难道不怕张周萌会担心吗 像他昨天就开始担心 今天天气的 他早上就说 只有十度 你要多穿一点这样 他只是担心我 他不会担心我做什么 因为我想基本上就是信任吧 因为信任 2017年5月 台积电成立慈善基金会 由张淑芬担任基金会董事长 让他拥有更多的资源 去推动关怀独居老人 台湾偏向弱势族群 甚至结合政府部门推广孝道 看到现在的小孩 不是充充忙忙 不是在补这个就在补那个的时候 看到老人 或者看到长辈他们的需要的时候 台湾的家庭伦理变淡了 那我就想说 好 从小孩子开始做去 因为现在的小孩子得到的东西 都认为是理所担任的 所以我就想走这种孝道 那时候我就找媒体 找教育部 第一次我做公益的事情出来求救 不管是担任台积电志工社的社长 还是基金会董事长 张淑芬都说自己只是穿针引线 把大家的力量集结起来 我觉得我走到现在这样这些 我以你为傲的是台积电的同仁 因为第一我们没有强迫 第二他们自己扩散 那这种东西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这个没有业绩的 对不对 你可以在家里很舒服 他们自动织发 都是拿自己的假期在做的 所以你看到 从公司里面的人性 就觉得我可以把这个力量 增加到社会里去 善良是一种选择 宏姬创办人施政荣 挥别企业的舞台之后 则是和太太一起过着 迟到早退的健康生活 她天天运动 注意身体状况 饮食如素 例行日走万步 退而不休 继续为社会服务 第一个就是 当然我常常讲 我退休以后就迟到早退 你们排了也不能拍照来 我本来就决定60岁退休 因为工作没有运动 再加上有压力 所以气光当然就弱化了 很难回复 你整个减缓它的弱化 所以吃素散步 都是希望它老化的 进度缓一点 或者把它暂停掉 过去因为工作的繁重 施政荣曾经多次轻微中风 心脏里头更装设了 总共13支的支架 那个压力实际上对身体 尤其心血管是伤害最大 我有一次在国际会议中心 演讲的时候 讲到剩下两三分钟 突然脑袋空空 讲不下去 怎么想都想不起来 那实际上那个是小众 那你的逻辑整个就阻碍掉了 后来发现我现在天天都心力不整 还是照样做很多事情 只要吃抗瘾血剂就可以了 为了要掌控自己的身体状况 施政荣也会利用各式各样的医疗装置 来仔细监测 这个手表本身你的肌部 这是最基本的 就是心跳的心力 也可以做血药做参考用的 量血压的 可以提醒你吃药的 然后对你的压力疲劳 都可以从心意里面可以提醒你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其他的吗 我当然有啊 我家里的东西没有人有的 是含氧量的 可以睡觉的时候挂着 就量心力了 大概30秒就可以量 就是凝固的时间 那我要量就希望在二左右 这个是一个十二岛层的心电图的机器 这个做出来是跟一眼的心电图 是一模一样的 不过谈及饮食 和太太一起吃素超过十年的她 其实吃得很简单 那这个早餐没有面包 就吃地瓜嘛 或者吃麦片 有时候吃就是菜包 平常总是好几种水果 我常常开玩笑我是水果中毒 而她们的运动也很基本 就是例行天天走万步 石正荣几乎每天都会和太太 一起到住家复兴散步 另外有一个好处是什么 我跟师太太在走路 就天天在可以谈很多视角 公司是吵架也可以吵 退休实际上当然要想找到一个认为自己喜欢 有兴趣 尽量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我现在看起来不会老人痴呆 主要的就是你退休以后还有四座 而且是动脑筋的 那我也常讲我从同期退休 我不希望我从社会退休 我还是为社会做事情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位从巴西来台六年的漫画家卢卡斯 他可是比台湾人更台哦 平时最爱吃卤肉饭 不是谄媚 卢卡斯真的正爱台湾 想把台湾的美画进作品当中 我是真的很喜欢台湾 然后希望可以透过我的漫画 让更多人知道台湾这个国家 还有它的魅力 我叫卢卡斯 是一个巴西来的漫画家 然后今年三十岁 来台湾六年了 然后现在在台湾做漫画 台湾的漫画 其实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去日本发展 因为华漫画当然是日本是最厉害的国家 然后更多机会 可是因为我喜欢台湾 所以我才在这里 那我觉得 我可能没办法适应日本 因为 日本人有很多柜子啊 可能排击外国人啊 那个时候会让你不舒服 这是我自己观察到的 那我觉得在台湾很舒服 然后很喜欢台湾人 很喜欢台湾的环境 因为台湾才会有华语的流行文化 像偶像剧啊 歌手啊 这些东西 还有漫画也是 你要想想看 然后中国 马来西亚新加坡 可是台湾那么小还是 这些左边最多的都是来自台湾 打漫画家是一个小时候的梦想 可是我早就跑去这个梦想 我就是没想到 会有机会在台湾 事先这个梦想 大概十三岁的时候 就是看到那个谁去的MV 然后很喜欢 所以我就去研究 那是哪一个国家的人 才知道台湾是在哪里 就那时候很好奇 就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 因为就是一个中华文化的国家 可是也很多日式的东西 再加原住民的元素 然后就感觉文化很丰富 然后透过台湾的欧香剧 台湾的电影 台湾的流行文化 就认识台湾 开始在白戏工作 当兵名设计师的时候 就开始赚钱 就来旅游 然后来之后觉得 台湾真的是很不错 很喜欢可以再回来一次 我有研究很多 可能是学中文的 然后可能是研究所 然后就选了研究所 然后考上了 然后选择来读台北 所以是台湾学的研究所 那时候刚好又看到台湾有 那个通人唱 就是大家都在画文化 就看到很多人在画文化 就 哇 这个是我小时候很爱做的事情 没想到台湾那么多人喜欢 那时候有很多灵感 就开始玩文化 是因为我来台湾 当然会想画台湾的故事 真的很想给大家看 我看到的台湾是怎么样 2008年 我又帮一个巴西歌手 还有一个国际知名底节 画MV MV里面 我有画高雄的龙虎塔 还有其他的风景 我希望以后可以继续画台湾 让全世界看到台湾的美丽 《冰南美少女》那部漫画的女主角 就是一个冰南西式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是在李康胜的电影里 《邦邦我爱胜》 只有台湾有的一个工作 然后他们的背筋啊 他们的背后骨素 我觉得都很有趣 会让我想到我小时候的事情 因为在巴西 我90年代小时候看的东西很奇怪 像我们注视的人在注视节目的时候 一边抽烟一边注视节目 还有一个节目很好笑 一个小朋友在整个那后面都是蓝莓 然后那些蓝莓穿白色的衣服 然后一边零碎 然后那个衣服都是透明的 其实他们在那边工作 做他们的事 就是他们的目的是买冰南 然后像那些巴西注视的人 他们的目的是娱乐小朋友 好像女生的身体 在台湾 跟巴西一样 也有很多矛盾的话题 那我觉得最好笑的是 有一个高雄的余生朋友 他就很生气 你干嘛画这个啊 他就很漏 他真的讲得很像 冰南西式有伤害他的样子 他那样子就让我更想要画 我觉得台湾社会很稍微有气势 这个东西 听到那个朋友这样讲 就觉得他们对于 冰南西式的评价很大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平等于是一个 我非常在意的话题 因为我从小就只有妈妈跟姐姐 我们这样的家庭 我觉得没有缺什么 可是社会一直会说 哦这样是不完整的家庭 巴西的那个达男人主义 是一个很表面的东西 男生一定要很man 因为这样子痛心你很容易 被收到气死 在巴西你如果是一个很安静的人 你就可能被说是gay 因为你一定有很man 你一定有这样这样这样 你才是一个厉害的男生 像我小时候有被收到气死 因为我喜欢看一个 语知识人的节目 啊大家说那个是女生要看的 所以我就被气死就这么无聊 虽然我画的是台湾故事 台湾的梦画 我会加很多是我自己体验过的东西 台湾很多人都值得骄傲的东西 我觉得台湾人真的可能没有发现 台湾自然真的很厉害 巴西自然很不好 我们不太敢在网民接收集 因为可能会怕手 台湾对于LGBTQ 我觉得很厉害 尤其是原住民里面 好像同性连快性别 都是比较容易被接受 像巴西已经可以 同性婚礼已经快八年了 可是到现在 你看到两个男生拿手 可能真的会 只稍微一个人马脏化 那我觉得这个在台湾比较 不会出现 只稍微不接受的人 不会去攻击 台湾跟中国不是很爱 妈来骂去吗 可是当中国人来台湾 台湾人会对中国人很温柔 就是会很friendly 我觉得台湾人很热情 很尊重地质 还有是一个很平等的社会 很难在其他国家 遇到的东西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台湾人的故事 都是很有趣的 那希望可以透过的 梦华人更多人到台湾 科技发达到现在 靠着网进网路 距离不再是问题 但是有便利自然也有危机 2020年5月 中游台塑两大石化企业 遭到了勒索病毒攻击 就连总统府电脑也被駭客入侵 一起来看看 自然增加解密 駭客攻击背后的侧控者 台湾一年被骚扰了 公共人被骚扰了 就高达262件质谱 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 当作都是境外势力的话 其实很可怕 就是说 其实天到晚要打仗 资讯战是一个 没有烟消的战争 台湾在这五到四年之间 透过各个地区的网军 不关于政府的支持 还是一些地下人间的人 都令非常的惨烈 这一次的案例 它是从一个中控的主机 部署下去的 它已经检光球了 它不是一下子蹦 全部是扩散 所以表示说 这些有水电关键基础 现在对于前端 駭客怎么进来 这一块是完全没有能见度 中国的駭客攻击 你要找到 是不是他们国家支持的 其实现在的这个中架 还有做的断点 他们说大部分这些攻击 它都委外给3rd party来做 所以对来讲的话 你找不到背后是谁 威胁台湾最大 真的都是国家级的攻击 对台湾一直打 然后又不要钱 然后又不是要搞破坏 插国旗而已 把你的东西弄乱 然后为了出名 那它唯一的动机 就是要窃取台湾的竞争力 谁会有这样强烈的动机 要窃取台湾的竞争力 一个这样的工具 竟然可以把一个国家 最重要的关键基础建设 完全瘫痪 所以一定要真的非常高度 重视这一次的危机 在治安这个领域 它永远是毛跟盾的竞争 今天你有很好的防御工具 明天攻击方就会有更好的攻击工具 以往譬如说我要去攻击或渗透这个机关 我可能是发一堆mail给这个机关的人 那可能发了一百封一千封 只要有一个人开了 它就造成一个机会可以进去 这几年其实这一种新建越来越少 不是说攻击变少 不是 而是因为它更精准 那这就是我们在讲的APD的攻击 也就是说今天它要攻击我 它不会寄一封我完全没关系的mail给我 它会去收集我的资料 看我喜欢什么 我注意什么 我关注什么 我的业务在处理什么 那在这个时候呢 它就可以假冒最常跟我联系的人 然后呢 会把跟我有关的业务 就有这些资讯 那它可能就会寄给我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因为这个人是我熟悉的 而这个业务也是我的业务 我就很容易把这个信就打开 那里面可能放了二一程式 你点开以后你的电脑就重点 重点其实严格讲的还算简单的 那有可能呢 你的电脑被装到后门程式 它就可以用远端来控制你的电脑 来发起攻击 甚至你都不知道 像一两年前日本那边 它就有通知我们说 台湾好像有人在攻击日本 查了以后呢 发现是有一个恶意的一个程式 它会入侵家里的无线网路的基地台 它就把你的一些设定改掉 那之后只要你在家里 透过家里的无线网路上网 它就会跟你说你的一些APP 你必须要更新 你更新以后其实你装的软件 是它的恶意软件 而不是真正的软件 那后门程式被植入以后 它的可怕点是在这里 它没有启动的时候 你可能不知道 当它启动的时候 其实它都已经埋伏很久了 最常甚至有埋伏了一年半的 譬如说我们在讲一个工具 它会先去做扫描 所谓扫描的概念就是 它用一个程序去看 这个网路上到底有多少电脑 扫描完以后的下一个阶段 通常就是攻击 那对政府机关来讲 一个月的扫描大概是2亿次左右 那攻击的话只有针对政府机关而已 一个月大概是从2000万次到4000万次之间都有 去年来讲大概整个攻击成功的一个键数 大概是310键左右 那我们受伤害之后 如果只有重灌电脑 超级可惜 所以很多本地的这些骇客 我们就会去研究 别人怎么攻击成功 别人怎么欺负我的 无论说是美国、中国、北韩、俄罗斯、伊朗 这些都超级强国在资讯站上面 那台湾也不弱 台湾在这种资安防御的技术 其实是超越了世界目前的水平 可是台湾没有一个全面性的战略架构 来把我们不弱的这件事情 变成我们的优势 资安产业必须要在台湾形成 真的是一个产业 目前其实真正以资安自主技术 为主的这样的公司还不具归 然后整个资本市场也不具归 整个人才计划国家是有在培育 可是其他的地方没有同步进行 产业没有来接这些人才 国家也没有策略性的定出 我们很重要的关键技术 台湾必须要掌握的 这些没有的时候 光有人才 其实是帮世界来培养人才 全世界每个国家都会遇到这些商业犯罪 那这个东西就是大家各自找民间的商用的东西 就能够处理的 可是如果今天是国家级的 人家坦克车开过来 你就是拿个盾台 这完全造价不住 你就要有国家级的防御武器 那这样的东西才是整个台湾 2300万人都应该要重新的 80多岁该是韩怡弄孙的年纪了吧 一句要传承下去 又把这位台电老兵从家中请出来了 他是刘锦文 65岁的时候从台电退休 被台气电延览 一座又是10年 刘锦文一直努力着 把累积进一甲子的电力专业传承给下一代 现在年轻人 你不要再彷徨 前面有一大块未来的商机在等你 我叫刘锦文 今年83岁 我太老了 在台电整整有43年 这个中间呢 我一直都在台电的便电单位服务 也累积了相当的经验 台电退休之后呢 我是有机会进到台气电的新能公司服务 台气电工程完了之后呢 我就转到新微公司 那时刚好是新微有承包到新竹 洛杉空间雷达站的机电设备的运转跟维护 那因为牵扯道上面很多高压 如果这个管理不当啊 会出意外的 我们特别啊 就请到之前台电维修处的大队长 可那时候他已经70 我问他说你要不要上去啊 他就说可以啊 他身体还很好啊 那由他上去啊当总指教官 来带领这些年轻人 就一上去 住在山上就住了五年了 有一次我到山上去看他 我很怕他不习惯 有一个年纪这么大的人在山上 就他就拿着这个健康警察表跟我讲说 他现在以前红字的都变蓝字了 本来我在山下的时候 我有高血压 山下都要吃药 后来我发现 诶 我怎么高血压已经好了呢 因为山上的空气好 又吃这个野菜也没农药了 然后就带着这些年轻人 一起去打拼 年轻人也学了不少 在这方面的专业的知识 学校你上完课 你可能就知道一些相关概念 但是你实际应用层面的话 你不晓得 所以实际层面的话就是如何设计 跟一些保养 我们都是看时候跟刘顾文都学习 像刘顾文就会把 尝试把他用调简易好的东西 他就说假如我们现在有两个限制 然后一个是我 一个是我同事 然后发现怎么我的寿命会效好那么快 表示我就是真的有问题 更难得像一些保护协调的设定 原本你只有一个小区 可能一个社区的情点 那你的时间如果协调设定错误 会变成一个现实的情点 是 你送电钟也要可以开啊 送电钟 送电钟 就是先看你的负载 有没有在上相线 负载你怎么看 这Cable从哪里来 怎么出听的 从那个 有很多人 这个不是说 你一交 你今天交明天就回 不是 然后在长期的 一直在这工作中去经验 一处经验 两处经验 最后是你的 我们这一辈的想法 我们很想把我们所学的传承下去 很感动啊 就是他每一次的讲义啊 都是他亲笔书写的 我们会认真去学习 然后不要再让他操心这样 我都很想说 赶快有很多企业厂商 想要这方面的人才 需要培育啊 培育啊 文餐 我觉得到我会很容易 现在年轻人 你不要再彷徨 前面有一大块 未来的商机在等里面 像我们现在政府 在2025年要汇合 那么汇合之后 就核冷花电的 20%的这个电 你要从哪里来 那么最好的来源 就是发展再生能源 政府现在一直在提倡 一直在鼓励 所以国内外的 这个厂商也进来了 投资了 我们现在在线能源 最夯的就是风力嘛 太阳光电嘛 因为现在我们现在技术不够 都要靠外国 但是假如过来一段时间以后 我们能够把这些技术 国产化 比如说成立一个认为中心的化 这一块商机蛮大的 所以说我劝我们的火辈 赶快学 赶快学这个运维 就是他们的技术 我觉得绿电真的是 如果真的发展起来 我希望我们可以真的可以到 抵消掉核能和火力发电 让台湾的绿能可以自己执着 我们所有的同仁 有一个共同的理念 我们不是为了生存的工作 我们是为了人类的生存的工作 今天无论是煤 无论是有火力的 无论是天然气都有排放 只是排放多跟寡 那再生能源它是零排放 所以或许你对再生能源不关心 但是它却跟你的健康实习相关 所以我觉得在这块土地上的老百姓 应该大家要支持这个能源的发展 未来20年 离岸风电将会带领台湾产业 进行再次进化 最基础最传统的产业O2 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明荣源董事长六成和 从达铁起家 一路做到南台湾重要石化反应炉供应商 在黑色能源逐渐萎缩的时候 找到了做风机的机装契机 不过这个订单来的一点都不容易 究竟从达铁起家的公司 如何成为台湾风电国家对难 一起来看 小的时候就开始学这个行 小的时候就开始学这个行 做压程啊 记来 其实那时候我们刚开始是 在外面有几个朋友 都帮人家做的 最后就想说能够多赚一点啊 两三个朋友就合在一起 最后就想说做个小老板啊 晚上要做到差不多三点 三点 才等着睡到八九点啊 八点滑 才再来再做 到最后 孩子也大了 就不一样 就说啊 好了 你就快点 就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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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五岁就这样 朦朦朦朦朦朦开始学习 学习到我二十几岁的时候 我可能就可能差不多 独当一面 煉油石化的这些特殊的反应设备 压力容器的设备 它很多都需要健康 那我们刚开始是帮忙维修 所以它在维修 免不了就需要焊接 那焊接有一些特殊的需求 本身也懂一点 所以在这部分 你受到客户的信赖度就比较高 所以一路走来这些认证 慢慢慢慢把公司的这些本职宣认 都建立起来 那才有办法说去接触到国外的订单 很多都是国际知名的工程公司 国际知名的这些煉油石化的这些顶尖的公司 给我们的订单 而且是一种比较 它们属于一种process的专利的订单 像technic的UOP 这些像目前我们在接触的KBR 这种都是国际很有名的煉油 拥有很多process的专利的公司 那也愿意把它的专利产品放在我们公司做 我们公司现在来讲的话 有两个区块是我们主要要发展的业务 一个就是目前这里我们做生产 就等于说不管压力容器的生产 或者是这一次的离岸风电的这些钢管庄 那另外一个部分 我们是在高雄那边有一个工程公司 我们做一些整场的规划设计 整合的这些工作 在五六年前的时候 刚开始是海军 他可能派了一个单位去全台湾调查 做这种压力壳有能力的 那那个时候我就说 我们有做的时机就是150米以上 像这个全台湾是第一座做的 在我们这边 就是让我们开启说跟政府有一些接触的机会 听我爸爸和我阿公都有在讲说 像他们有去丹麦有去德国那边去探访 然后和一些政府官员 那就开始要说 哇我们竟然可以做新闻上常常看到的东西 那我就觉得很好 那个时候有一个科研计划 开始做一个试验的那个在现场 针对离岸风电的材质 我们第一个做的把它整个做出来 其实现在的离岸风电 做的这些都是水下基础 我们这一次第一支做出来的 这个叫做拼派水底的庄 那水底庄的重点就是说 它要打到海底床底下要用的 业务上我们要争取这个第一支在台湾做 其实对我们来讲也非常不容易 第一个因为它并不是国产化 我们是真的很辛苦的去跟韩国的厂商竞争 执行面的时候更是不是那么容易 面临到的就是它是不同的法规 它这个引用的所有都是欧盟的法规 所以我们是成立一个team 成立一个专门的team 来配合这个工作的执行 在法规的研读 在人员的训练和工的考试 整个paperwork的准备 花了蛮多的薪资在这个上面 这一支的pimpile目前来讲是66.5公尺 大概差不多20层楼高 那20层楼高以CNS 它的偏差度可以允许到66mm 我们现在整支的偏差度只有13mm 就这样 就等于说我们的公差的要求是它的五分之一而已 可以走在整个国家的最前面 可以做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骄傲 对于这个离安风电我们走的脚步 除了欧洲以外我们算是走的最快的 那走的最快无形中在国际上的感觉 知名度这些世界的大厂 为什么一直都会来台湾 就是你走的够快 你的整个的量体也够大 他们愿意把整个的团队资金都带到台湾 来投资也好 来争取这个业务也好 这个对国内来讲我想 是一个很好的国际上的行销 现在这个市场还很大 全球的市场还很大 像是澳洲现在目前 几乎都是用碳在发电 所以他们的臭氧层已经破洞了 很多人都比不安 所以那边的市场也是有的 所以如果台湾把这个技术学会之后 帮自己的国家建条基础 还可以去帮其他国家打拼 每一个人对于这个产业不一定是一个获利 但至少他能感受到说 对于往后我们在整个环境上 他能够减少污染 那国际又能够增加知名度 那对我们整个大环境在这里生活 呼吸道的空气也好 整个往后的人员 对我们都是有帮助的 一种指讯中心的全单 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 林从威只有国中学历 但是他为了养家 结果自由回收 当过无罩送货员 前前后后做了二十多份工作 直到进入职讯中心 他披靡地学习 考到乙丙级的证兆 现在可是一位冷气师傅 靠着努力工作 跟投资储续险 已经拥有第一桶金了 当我在尝试过 不知道第几个行业的时候 其实是满绝望的 那个感觉就是 我试了这么多不同的东西 结果没有一项是可以让我翻身的 贫穷曾经是林从威身上沉重的标签 困难的生活逼得他必须早点长大 如今二十四岁的他靠着冷气翻转人生 因为那时候我爸爸他常常酗酒 那酗酒之后会使用暴力 所以大概在我四岁的时候 父母就离婚了 那我跟着妈妈两个人就是相依为命 妈妈没有工作 那我就告诉她说不如我来找 那个时候其实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所以我当时尝试过蛮多的行业 不下二十项吧 机车行 饮料店也有啦 那送货的啦 还有发传单啦 甚至是学着跟人家 钱资源回收都有 当下唯一能够想到的就是 明天如果还有钱能够混口饭吃 这样就很好 他也很想脱离贫穷 但生活遭到他不敢做这个梦 直到有一天生命有了转机 里长拿了一张传单来 就说你儿子是不是还没有工作 他说对 不然你去去看 是因为那一张传单 才会改变了我很多事情 就这样 他误打误撞进了职讯局受训 但在深入了解冷冬空调这行的辛苦后 他开始想放弃 索性出现了一位改变他的老师 有时候我们也会发觉到 比如说他行为的问题 或者他满口都是三日间 那我们也要去理解这些孩子 因为毕竟每个人都有他的 不一样的背景 他不愿意 冷冬空调这个属性可以让他们做 因为毕竟他们是在外面 他们已经不习惯被A属 那刚好我们冷气安装也是在外面 在专班里面 那个时候李老师其实每天都会鼓励我们 不要想太多 就是做就对了 学就对了 以后的事情 老师会帮你们慢慢想 职讯结束后 他是少数拿到以及征兆的毕业生 但随之而来的挑战 是要面对酷热的工作环境 我很怕热 我非常的怕热 我一直觉得装冷气装冷气 那应该是在冷气房里面做事 结果不是装好了冷气 不是你在吹 是别人在吹 可是想一想我不希望再从头开始一次 姚景牙一称 如今她已走过四个年头 月薪从不到两万要升到四万多 但对她来说还有更重要的是 我觉得在那个过程之中 钱已经是其次了 重要的是给自己人生中一个成就感 我喜欢那种感觉 但有人却是先了后苦 雄肯做幕方的创办员熊英芝 37岁之前是月入百万的建设公司主管 她自己真的很会赚 一张五百万的俱乐部会员中 她也花得轻松 没想到37岁那一年要离婚 公司也倒了 她因此转念 投入废幕才回收再职 做环保之外也帮助弱势就业 现在的她都在做回收 解垃圾 却比以往更快乐 腼腆的小男孩跟志工爷爷一起达成任务 害羞地急着下台 这爷孙合力拔定的温馨场景 其实是在做废弃幕僚回收 而背后的灵魂人物是她 老天给的挫折就当一个礼物 你克服了就更上一层楼 克服两个字熊英芝说起来 脸上挂着微笑 嘴角扬起的背后 是用无数汗水与泪水细心灌溉多年 才成就这个位在台中西团的乌托邦 我们当时大家初衷就是环保回收 产生的基金 然后照顾帮忙落势 然后后来遇到了回收木头 然后木头又源源不断 更多的相关的团体 又鼓励我们做这一块的好 和这一块真的为地球做了什么 来 来 混义无反顾到处收集一块块木材废料 一开始是想帮助被边缘化的人 因为小时候不懂什么叫做协助弱势 我觉得我们家境其实是还算小康 还算还OK 为什么我们每天都要去 就是像捡垃圾啊 然后去卖 也难怪当时才国小的儿子不能理解 其实熊英芝原本是年薪百万的建设公司主管 公司突然倒闭 她的人生一百八十度转弯 婚姻事业 财运 身体 健康 都出问题 孩子还小 父母亲身体又不好 刚好有机会接触这个飞移力事业 到后来自己回收 蹲下腰来做 就是人说求本事的工作 真的哪没有 没有那样的意志力啦 觉得这个是好事 可以帮忙别人 根本不会想做 但是做了以后 那个心灵的快乐 那个无形的资产 比你赚很多钱 那种有形物质的享受 那个来的真的叫做富裕 富裕不再只是物质享受 熊英芝退休后心境改变 就算面对挑战也就不难了 将近五十坪的厂房自己建起来了 没到两个月又一个柱容全部烧毁 好 这个都是挫折 一下什么都没了 又重新来 可是我的心念告诉我 没关系 你只要好的事继续做 对的事情 就会做得更好 或许是吸引力法则真的管用 在熊肯座园区 大多数的志工喊他熊姐 凝聚的向心力 让回收来的木材有新生命 甚至走进校园 其实拆的时候多少有一些 有一些凹凹坑坑的 那校长觉得他这种很原始 很自然 很自然 然后用颜料就可以处理掉的 那我们这样系列 我们帮久德整个规划 他们用的这些废料 他少砍的将近二十一颗的 四十英寸的大数 久德锅销里 十七个用木头打造的阅读角落 是家长跟小朋友最爱的地方 而在校长眼里熊姐是这样 我就是觉得他很热情 这个部分跟我个人 有更有趣的就是反向 在长远里面 在工作资产上 没有展现真相热情 他比较积极在那种方式 他有一股憧憬 人家缺什么 就会赶快 因为我们自己有时候都 还上缺的东西 就会先赶快先给人家用 我们后来用基金 有照顾做各种社府的东西 除了帮过弱势以外 也照顾老人 我在社区来讲 我照顾别人家的父母 别人照顾我的父母 那种感觉真的 非常非常的快乐 欢迎回来 急着萎缩症患者 中端育二十多岁的年纪 因为床前卧床只有二十五公斤 但他的世界 却不被身体局限 没办法去学校 他在家里用网路自学 更接触到了眼动科技 让他能够以眼带手接暗 靠着一双眼 一次又一次完成工作 他说啊 我还活着 已经很幸运了 主要是非常值得做 付出的 男人在家里面 和些学校 另外我喜欢 晚饭 Ciao 就是这样 現在它就是手指 然後腳是 腳還比手臉活一點 手就是因為手指 其他大概都沒辦法動 它伸出來就沒走過 都必須用抱的 小時候它的手還有比較有力氣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拿東西吃 後來就不行了 所以就是吃飯也都要餵它 晚餐吃比較多可能只有兩個小時 就差不多這樣一晚 就兩個小時 它腳很慢 用輪椅把它推去 然後還要在教室後面陪著 所以可能上了一學期吧 然後後來就把它送去 然後老師跟同學會看一下 下課再去結合 因為它會沒力氣 所以身上的肌肉也沒力氣 然後坐輪椅做久了就 整個就歪掉了 所以後來就申請居家自學 我上網講過第二次的體育 他描述就是 大多可活製成 所以好像越長大就是 再倒數 再接受一下 他們的感冒很嚴重 一下子就變肺炎 肺炎全部堵住之後 整個肺部感染的話就很嚴重 他第一次的時候是幾乎已經昏迷 所以他第一次進醫院住院 就交互病房就住了 住了一兩個禮拜 那時候是流行那個 無名小站的部落 上面的圖片 文字什麼 想說那個 不知道是怎麼做出來的 後來就變成 看到什麼新的效果 就會去試試看 因為他現在 這個手也沒辦法這樣移動滑鼠 後來慢慢的就會 力氣會越來越少 少到滑鼠移動都很困難 所以正好有這個眼控 那就 讓他比較靈活 我們有一些認識的 就是廣告業的部分 因為我們是做 就是眼控輔助的推廣 那他是一個很 就是操作很好的使用者 所以我們也會請他幫我們 做一些示範的影片 所有的時間的交界日期 他都是有很精準的去掌控 工作的態度也是很讓我們欣賞 他是每份工作 他都是有經過一些思考 就是很多自己的想法 還是會滿胖的 不知道什麼時候就不行了 真的要放棄的時候 還是要放棄 個人有不放棄的 就是 要好好活著 我已經算很幸運了 我覺得 一下子就走了 甚至別的病啊 或者是 車禍啊 什麼意外啊 我自己就很幸運了 打開電視 閱讀雜誌 感謝您收看這一集的 荊州看世界 我們下回再見 我們下回應 請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